各位同學,各位網路學員大家好,歡迎回到我們的教學現場 我們教完了精密機械控制的一些概念 也教授了精密機械控制跟電子訊號結合的重要性 這裡非常重要,我們要介紹各位學的,大家都知道精密機械 可是它事實上用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在這一章開始會介紹一些例子給大家知道 精密機械控制最常用的例子,以我們大台中地區的話 那就是所謂的工具機 這是我們精密機械占了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 特別是我們從模具的加工,從一些基建的加工 從航太產業的加工,從一些醫療器具的加工 那對我們來講,它都是非常重要的產業 也影響了台灣整個的經濟狀況 那我們在這裡來看一下這一張圖 這一張圖最主要是講一些工具機,特別是高階的工具機 我們傳統式的三軸的工具機,現在已經在台灣已經快消失 所以做傳統的三軸的工具機,在台灣的產業已經逐漸的外移 那這個趨勢其實從看日本,大概就可以知道說台灣未來的趨勢 所以如果各位學員或是各位線上的朋友 你們對這種精密機械控制有興趣,還是對這種機器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們都參考日本的一些技術,或是都參考日本的走向 你們大概就可以看得出來台灣整個的發展趨勢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台精密機械控制應用的一些工具機 這是一個某一個老師,他展現了一個圖面 這是一般工具機裡面最常用的 那它的控制當然非常重要 譬如說我們要加工高精度的東西的話 我們旋轉阻軸的旋轉精度就很重要 第二個,刀具夾齒的精度也很重要 所以其實不只是控制而已 我們在夾置鋸的設計,或是一些夾齒的機構的設計 對我們來講也很重要 然後各種移動的精度也很重要 那這個當然是很基本的東西 那所以用這個機器可以加工什麼呢 譬如說用這個機器可以加工這麼高精密度的模具 它直接可以加工直接模具 這是我們精密機械控制在我們CNC 或是在我們一般的切膠工具機裡面 非常常用的一個例子 那不要小看這個機器 各位同學你們如果在外面真的有操作過這種高精密度的機器的話 特別是航太用、醫療用的 這種專門做切銷航太的這種產業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這個機器真的非常的昂貴 非常的昂貴 那台灣呢 最近大家都很努力 已經有漸漸有辦法將這個機器做出來 那其實他們也花了很多的心思 很多的心思 這個是我們精密機械在我們工具機裡面 或是CNC五軸加工機等等 常用的一個例子 那另外一個這個例子 其實精密機械不只是做切削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高階的印刷機 那這個是老師上次在台中看到一家 非常重要的一個印刷機 它可以印什麼 它可以印一些金屬薄膜的一些 應該外殼、表面 那其實這一台機器也是非常的昂貴 各位同學大概可以猜得到 這一台機器多少錢嗎 其實非常昂貴 我只能說非常昂貴 那這個機器為什麼跟精密機械有很大的關係呢 其實它重點是在說 它如果定位 比如說我們這裡底下的字有沒有看到 定位進度很重要 然後噴嘴的位置控制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它這一台機器為什麼那麼昂貴 主要其實跟我們精密機械控制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定位進度 你要知道從哪裡印刷 你印完了之後 噴嘴要知道如何洗、如何清洗 這些都是我們精密機械控制 在一個印刷機裡面的一個應用 好 那精密機械除了剛才講的這兩樣東西以外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量測機 那各位同學你們如果在外面工作 或是特別是在傳統產業 還是說比較高精密度的這種 醫療器具、模具的 你們一定會看到這一台機器 被工件量測的時候 非常常用的三次元量測機 有時候我們也叫做三次元量測 操作這個其實要有一點技術 要有一點技術 那各位同學如果說你們在外面工具機產業 或是一般的加工廠 大概都可以看到類似像這樣的機器 像這樣的機器 那右邊這個圖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工具顯微鏡 這台機器就比較沒有那麼昂貴 這台全部都是靠影像光學的量測方式 那早期我們台灣就很多人引進這個 特別是早期我們在做衝突研磨 還是一些小零件的加工 還是說Leader Frame 就是IC的腳的製程的時候 我們常會用這種機器來做檢測 那其實剛才講過 精密機器除了這個應用以外 還有檢測的方式也很重要 所以這個精密機器的一些控制裡面 在我們工具顯微鏡 在量測機應用也非常的廣泛 那另外這一個 這是我們常講的所謂的護果神山 就是半導體設備 譬如說晶圓的光學檢測器 那這個機器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昂貴 這個大家看一下 這個上面已經秀這個字給你們看 你們都可以知道說這個機器的昂貴 那這個機器跟精密機器控制有關係嗎 有 它整合了精密機器控制 很多很多的要件在裡面 其實你們如果真的是 你在做這種半導體設備的話 你們大概就可以了解說 其實這個機器設備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在我們精源裡面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設備 那也是值得我們這些 做設備的人認真研究去開發的 因為其實各位同學大家都知道 我們台灣的這種半導體設備廠 用了很多很多國外的機器 我們台灣自己都花了很多心力 應該要自己研究才是正確的 好 那講了這麼多 我們最後來講一下 其實精密機器控制 它真的非常的重要 它整合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我們來特別看一下 特別是電子訊號的處理 所以各位同學 你們如果真的要學精密機器控制的話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 你的電子訊號怎麼跟你的機械結合 這個是我們在講機電控制的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第二個 你要做高精度的所謂的機械元件 你要選擇高精度的機械元件 你才有辦法做高精密度的控制 比如說它這裡面寫的 螺桿滑塊 你如何去選用它 你如何知道說滾珠導螺桿 它的精度很重要 那怎麼去控制它 怎麼去調整它 這個是我們做高精密度的元件機械 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再來 我們要機構的組裝 譬如說我們在刮花 我們質度如何教練 這個也是我們機械要花很多很多時間的地方 很多時間的地方 再來就是CNC控制器 那下一次老師如果有時間的話 會詳細的講一下 CNC控制器 還有一些PLC控制器 如何在我們精密機械控制裡面 它是如何應用的 我會講述一下 再來這些設備整合之後 就可以達到我們精密機械控制的要求 那就還不一定 各位同學也應該大家都知道 其實精密機械控制 或是高精密度的機台 它還是需要有一些 第一個操作人員的一些訓練 還有一些環境 還有一些防震 這些都是對我們來講非常的重要 所以像一些工具機 一些量測機 它都要一個常溫的狀態 然後工具機的時候 我們就要常常說要防震等等 而且要鑽冷操作 然後特別是在切削的時候 那你刀具的管理 刀具的量測就非常的重要 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在這裡介紹了精密機械控制 非常重要的地方 我帶大家 來重點回顧一下 來重點回顧一下 我們教授了所謂的精密機械在半導體設備的一些應用給大家知道 也知道說精密機械控制或是精密機械在很多領域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真的很重要 各位同學如果真的有機會在外面工作的話 請你多花一點時間 請你多花一點時間 學習精密機械控制的一些概念 你才有辦法進到這個彈業裡面 因為我們有講過精密機械控制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就是電子訊號跟精密機械要如何結合 這個是我們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這個也是我們整個課程的一個主要的重點 好 那我們在這裡也講述了精密機械控制也介紹了一些實力給大家知道 所以讓大家知道說精密機械真的在我們產業裡面 它是在各行業裡面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技術 那如果各位同學或是各位網路學員 或是各位在外面工作的這些朋友們 你們如果真的對這門課的精密機械控制一些概念或是理論 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我們下一張會開始教一下大家精密機械控制的一些比較深入的內容 歡迎大家跟我們的腳步一起學習 需要提供的顏面 沒錯 我們下一點 我們下一個 緊密機械控制的 甚至乔 我們下一個